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布袋戏歌后美称的歌手 西青 西青 真名刘立真 台湾云林人 布袋戏歌手 她的歌声曾经感染无数热爱音乐的人 唱出了嘹亮以及浑然天成的音质 因为自己的角色生命注入了灵魂与个性 她在早年就吟唱了一首可怜的《九家女》 从此红遍了大街小巷 也正是此时此刻在布袋戏歌曲的演唱生涯上大放光彩 绽放前所未有的光芒 她的歌声虽然听上去有一些沧桑 却又特别嘹亮 无论是曾经演唱慷慨激昂的歌曲或是表达抒情的歌曲 凄美的歌声在搭配着剧情 让布袋戏仿佛有了生命一样 全都诠释得淋漓尽致 每一曲都异常动听 已然是布袋戏歌曲最佳演唱者 她也是由于出道比较早 在16岁时就开始走遍江湖 也是海山唱片的一员唱将 其实西青刚开始出道的时候 本来就是想要当一名歌手 而且曾经还出过两张唱片 但就是由于卖的并不是特别好 所以想要放弃唱歌 那时她表示自己唱的歌 仅仅有一些上年级的顾客 偶尔也会去选购 在当时那些霹雳心系 特别受年轻人的喜爱 当时黄俊雄大师 想为布袋戏歌曲的幕后演唱 寻觅合适的声音 陈和平老师便向她推荐 西青和东青以及南青三个人 试唱过后 黄俊雄大师被西青的歌声打动 再加上这两位都是云林人 于是黄俊雄便选择了西青 做布袋戏的幕后主唱 成为布袋戏主唱后 西青凭借自身的能力 唱出了一首可怜的九家女 从此火遍大江南北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趁着最好的时机 她开始了巡演 进一步扩大自己影响力的同时 为以后的人生奠定了 不可动摇的地位 后来西青又开始担任 同名电影的女主角 西青这一生写出了 无数好作品 其中最具代表的 除了可怜的九家女之外 还有爱与恨 失恋亭 相思灯 苦海女神龙 广东花等等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看来 这就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女歌星 事业顺利的同时 也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其中就包括黄俊雄 西青走红之后 便受到黄俊雄的青睐 为了追求她 黄俊雄对她展开了温柔攻势 无论台上台下 对西青都照顾得淋漓尽致 虽然两个人的年纪差别比较大 但是黄俊雄并没有管媒体 和其他人的闲言碎语 一心扑在了西青的身上 为了能够追到自己喜欢的姑娘 真的是费尽心思 后来西青在黄俊雄的热情攻势下 越来越觉得是遇到了爱情 慢慢接受了黄俊雄的追求 之后两人一个人负责写编剧作曲 另外一个负责唱主题曲 两人配合得如此默契 成为当时人尽皆知的夫妻党 黄俊雄也表示 自己写的歌还是妻子唱出来的最有味道 随着西青事业上越来越成功 她的感情状况也成了事业之外 粉丝和媒体最关注的话题 西青和丈夫黄俊雄在恋爱初期还很甜蜜 两个人每每一起出游和吃饭的甜蜜瞬间 都能成为社交平台的头条 夫妻两人如此恩爱 引来了许多人的羡慕 但是爱情并不是一直甜蜜 后来因为丈夫黄俊雄的出轨 而导致两个人的婚姻戛然而止 据悉黄俊雄和西青之所以会离婚 和黄俊雄的风流有着很大的关系 黄俊雄是黄海带的次子 曾经连任两届台湾省戏剧工会理事长 14岁开始就随从自己的父亲学习布袋戏 在1970年的3月2日这一天 黄俊雄将自己父亲的《钟永笑意传》 改编成自己的第一部作品《云州大如侠》 首次创下了电视布袋戏戏剧剧 它将布偶的尺寸不断地加大 一直都在强调演部的神器 这一部作品在电视剧播出之后 轰动全台湾 连续演出了583集 当时创下了台湾电视节目 最高97%的收视率 在1974年6月25日时 遭受到国民党政府以妨碍农工作席为理由停播 黄俊雄曾获得全国戏剧比赛的冠军 还获得中华民国教育部社教奖 全球华人青商十大杰出人才 曾经连续担任两届台湾省戏剧工会理事长 2002年时获得电视金钟奖终身成就奖 2006年获得云林县文化奖 并荣获第十届国家文艺奖 2008年之后获得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 聘任为总统府国策顾问 当时黄俊雄非常年轻 长得又很帅气 事业又非常成功 在观众眼里算得上是一位才子 所以她的身边总是围绕着非常多的女粉丝 甚至还有非常多的女粉丝主动去追求她 可以看得出她的身边也是桃花不断 随着身边的桃花越来越多 黄俊雄逐渐迷失了自我 更是忘记了自己应该做一名好丈夫 就连好友们都说 当年黄俊雄就像是阿基师 这让西青特别不满 后来黄俊雄将自己的工作重心转回到云林 还投资了酒店 但是黄俊雄的花边新闻并未因此而停止 之后酒店转到西青手里 但是让西青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自己的老公竟然和酒店柜台一位女工作人员搞了暧昧 西青看到这种情况终于觉得无法接受 除了无法忍受黄俊雄出轨外 西青还因为黄俊雄对她的冷漠而感到心寒 即使辛青身患肝病 黄俊雄也仍会让她带病上场表演 可面对西青的不满和伤心 黄俊雄仍不自知 继续流连在桃花世界里 期间西青也是与黄俊雄沟通过 但多次真心实意的沟通都是无果 两个人也是经过多次摩擦 终于有一天 西青实在忍受不住这样的婚姻 找到黄俊雄正式主动要求分手 离婚这件事对于当时的西青来说 打击还是比较大的 很长一段时间西青都没露过面 据说形象和气质都差了很多 之后黄俊雄因为怕离婚 会对自己的形象产生不好的影响 于是下定决心找到西青 向他表述不希望将这一件事情曝光的想法 还拜托西青不要搬走 没想到西青也答应了 两人就这样在一起又住了三年 三年之后西青才回到台北定居 和黄俊雄在这期间也有过一些联络 但是从来没有同台出现过 而且在近几年以来 西青的身体不是特别好 单脏出现了一些问题 因此出现在大家视野面前的次数 变得越来越少 从此往后 黄俊雄和西青的女儿黄凤怡 就成为了新一代布袋系歌海女 曾经西青唱的歌曲就被反复吟唱着 直到2006年时 黄俊雄和自己的小儿子黄立刚 推出史艳文天地系列 为了做好宣传 黄俊雄找到西青 恳求他能出面帮忙做个宣传 前妻西青也是为了支持儿子的事业 所以愿意同台宣传 但也仅仅是宣传而已 两个人虽然离婚了 却仍然没有向外界解释曾经的婚姻生活 似乎这件事已经在两人的心里抹去了 之后有媒体突然爆出 其实两个人已经私下协商离婚了的消息 因为本身这个消息是秘密进行的 所以在后来当消息被曝光之后 引来了非常多网友的热烈讨论 社交平台上铺天盖地 全是两个人感情破裂和离婚的消息 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 像曾经的天作之河 如今的情感破裂 以及因黄俊雄风流成性 导致两人终始离婚等媒体资讯 一片接着一片 虽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但两人却始终没有回应 直到由好事的媒体打电话采访西青 接到电话之后的西青起初非常惊讶 不过仍然大度地表示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已经过去了很久 现在是事业伙伴和朋友 听起来西青已经是有些释怀了 当时她还叮嘱媒体记者 不要写得太过于夸张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过了 就不要再影响到自己以后的生活 后来西青还在节目里笑着说 因为黄俊雄很有才华 女人缘特别好 所以做她的妻子会特别担心 通过西青的这番话 我们也能想到 当时跟黄俊雄离婚的时候 西青心里还是很委屈的 到现在为止 黄俊雄虽然已经88岁 但是对于布袋戏的热情从未减少 精力还是那么充沛 而现在的西青也表示 自己颇喜欢现在云淡风轻的生活 两人都各自有了自己的生活 可谓是皆大欢喜 虽然西青已经很少露面 但是关于苦海女神龙的传奇 依然在无数KTV的包厢里吟唱着 如果说首创布袋戏系系友 有主题歌曲的 是黄俊雄大师 那么凭借着如此动人歌声 将这些布袋戏歌曲 淋漓尽致唱入人心的 就是布袋戏歌曲演唱天后西青 虽然岁月在无情流逝 如今社会环境 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日新月异 然而只要是听到这些布袋戏曲歌 曾经那些旧游的记忆 同样还是鲜明地烙印在心中 对于那些英雄故事儿女情长 随着一首又一首的布袋戏歌曲 一直盘旋在大家的脑海中 不曾褪去 最后让我们祝愿西青身体健康 生活幸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听听听灵 carne 民哪节不在心脏 那么微信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 pase